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国,被称为造谣八君子的吹哨人之一,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,周五、昔日、凌晨病逝后,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关注。 至于李文亮的五岁儿子和怀孕的妻子傅雪杰,则已被李送回襄阳娘家居住。 近日网络除了疯传妇雪杰感谢社会各界对他们家人的关怀的声明外,一流传未经证实,一位李文亮的遗书。 遗书标题名为《我走了》,全篇共有394个字,文莫所称我的木志明只需一句,他为苍生说过话,感动人心,这两天被大量网友疯狂转传。 对此,辟谣机器人Kofax真的假的指出,此则讯息前面声明部分有在网络上查到消息,有新闻放出手稿图片,但后面文章部分仅有文字流传,不确定是不是真的。 不过,有内地传媒联络李文亮的同学胡祥,对方表示该篇文章是假的,这篇文章其实是出自微信公众号评语文所发表的文章《我走了》,带住一张训诫书。 微信公众平台指出,这篇文章有误或涉嫌多种违规,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,目前该文章已被删除。 而李文亮早前接受传媒访问时,曾表示由于自己当时所接触到的患者没有